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魅羊羊品学兼优 应该给她一朵小红花 嗯 她们都有进步 都给她们小红花吧 至于非羊羊 村长 非羊羊 现在不是自习时间吗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帮喜羊羊把全班的作业 拿来给你检查了 嗯 非羊羊也是有乐于助人的优点 我还是给她个小红花吧 村长 是放在这儿吗 我又搞砸了 嗯 啊 啊 啊 爸爸 嗯 你看我的期末成绩拿到小红花了 啊 真不愧是我灰太狼大王的儿子 实在太棒了 老婆 你怎么唉声叹气的 唉 老公你看 这是这一年内狼族对我们的评价 是不是我又当选了模范丈夫了 你不在做梦吗 要是我们再捉不到羊 就要被狼族评为年度最低等的狼了 要是成了最低等级的狼 那狼怎么和我的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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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愿交代了 老婆 你不是想把我赶出家门吧 我是帮你准备了捉羊工具 嗯 只要捉到一只羊 我们就不用成为最低等的狼了 爸爸加油 嗯 实在太感动了 有你们在我身边 就算当最低等级的狼也没关系啊 哎呦 哎 我有关系 捉不到羊就别回来了 好 我一定要把羊捉回来 快 学期快结束了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拿到小红花呢 美羊羊成绩这么好肯定能拿 那可不一定 据说村长这一次不单单是从成绩去品小红花了 那就是说就算成绩好也不一定有小红花了 成绩差也不一定没有小红花了 怎么都好 反正没有我的份 费羊羊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我成绩又不行 而且刚才还把村长的誓言是搞得一塌糊涂 非羊羊 你不要气馁 我们陪你去和村长道歉吧 乱羊羊 你不是说要帮村长上山采药的吗 反正我也拿不到小红花了 你继续复习 我带你上山去吧 这 非羊羊 只要你能在日落之前 把草药采回来 我就答应给你小红花 真的吗村长 但是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 就肯定没有小红花了 好 我一定会准时完成任务的 村长 我们也帮你采药 你也给我们小红花吧 不行 这只对非羊羊有用的 小红花 我也可以有小红花了 怎么跑到上面去了 我马上来救你 我的忧虑果然没错 他这么粗心大意 怎么可能完成任务呢 幸好有我在 这里可真高啊 小猫别怕 我这就过来 这太危险了 幸好有个草草 小猫终于可以安全回家了 好了 现在可以去采药了 小红花 我来了 我发明的探测器明明显示羊就在这儿 怎么连半只羊都没有看到呢 村长要的是哪种草药啊 怎么每颗都很像 早就料到你没记性 就是这个草药 可是这个草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村长说的就是这颗草药啊 原来村长说的就是这颗草药啊 有机会了 这次你逃不掉了 原来之前采集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小猫花 你等我呀 我现在就回去 终于顺利地帮沸扬扬完成任务了 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你能帮帮我吗 你能帮帮我吗 我呢 救命啊 什么 有羊求救 只要你在日路前回来 我就给你个小红花 要是任务失败了 就肯定没有小红花了 我该怎么办呢 在我被吃掉之前 我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答应我吧 那你有什么要求 我只想在我被吃掉之前 知道我的学生飞羊羊 能否在日落前回到羊村 这可能是我最后给他的任务了 不行 我可没那么笨答应你 吃你也是狼族给我的任务 这么感人的事情 你竟然能无动于衷 你太不尽人情了 可 可是老婆 我不管 我要你帮她 知道了 老婆 哈哈哈 被羊羊还没有回羊村呢 她不能顺利地完成你交给的任务 哈哈哈 外面的是什么 难 难道是羊 咱一只专业的狼是不会放过任何桌羊的机会的 老公 你快点回来呀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一只专业的狼 是不会看不出 这只是吊虎离山之计 啊 是飞羊羊 嘿嘿 村长 我们快点走 嗯 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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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 对不起 我不能在天黑前把草药带回来 嗯 根据我的要求 你是不能拿到小红花的 对不起 本来想借着这次任务 让你改掉粗心大意的习惯 结果你还是老样子 一点进步也没有 赛羊羊羊羊 不要紧 下次做好一点就可以了 Sacred Register um K中èmecera 嗯 我也没说要责怪 废羊羊羊 村长 那你的意思是 因为从你这一次行动中 我看到了你乐于助人的优点 这朵小红花是属于你的 你要继续保持哦 谢谢村长 我终于拿到小红花了 看来最低等级的狼也没什么不好的 还有寻章呢 你还在书吗 我一定会回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